你不知道那有毒的肌肉 千辛什叶卢天荣父子两人 六年来涉嫌在生产制造乳化剂时 违法添加工业染剂二甲饥荒 再卖给下游厂商用来生产豆制品 包括德昌豆干等大厂受害 毒乳化剂还流通到市场摊贩 以及各大卖场通路 油脂黄粉是不可以放在食品的添加物里头 检察官认为嫌犯竟然为了谋取私利 罔顾大众身体健康 也害惨下游业者影响层面广 因此具体求储重刑 而且卢天荣父子涉嫌违反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 刑法诈欺取材等罪先 因此分别求储二十和十八年薪期 并且总计取得2520万元的犯罪所得 所以还多并克2000万元罚金 犯罪不罚所得也请法院宣告没收 GTV新闻综合报道